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就是应该是技术本位 对不对 他们在追求文凭 搞到后来这些技职学校毕业的 没有人要下工厂 没有人要去走专业的这条路 黑手在消失 这很严重的问题 台湾的技职体系简直是崩溃了 可是其实这个状况在全亚洲接染 我们看到中国 其实中国以前做技职教育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可是到后来大家也是想念大学 想先游了学府 就有毕业文法商都找不到工作 结果这几年大陆最火红的学校 早就不是什么北大 什么清华 而是一间非常有名的学校 叫做什么 蓝祥高级技工学校 你说百年来最有名的北大清华 被一所技职学校给打败 他要怎么评论他 他说他完胜哈佛 完胜清华 为什么 因为他毕业之后找工作 就职率高达九成以上 我们在讨论景气 讨论荷包 就职率就是王道 没错 就职率九成以上心动吧 够心动了 但是你念这所技职学校学费不便宜 他创造了多少奇迹呢 你看喔 你看看这是他的门面 他把他所有不同学科的人排起来 哇 有种到了中国少林寺的感觉 或是军队这样排了出来 那是他们的创办人叫做龙兰祥 就是取他名字的谐音创办这个兰祥 他有什么特色 他不但是中国最多厨师 最多汽车维修师傅 最多挖土机司机的诞生地 而且他会大哄是因为美国指控他 这是中国最多骇客的产生地 就在这所技工学校 你看南翔下 你本来以为说骇客会来自大学很厉害的 计算机工程系啊 资科系啊 没有 居然来自南翔技职学校 我对这个学校是越来越好奇了 这个学校三万多个学生 一千五百多个教职员 最厉害的是他有一百多个接线生 因为想要来报名的电话 想要来这边挖人才的电话 每天都打爆了 本来就很厉害了 结果最后被美国指控说 骇客从你们这个地方来 你们是骇客的摇篮 他变得更抢手了 对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各个项目 有什么厉害之处 要让大家愿意花大钱来念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没什么了不起嘛 台湾也有啊 汽工科 汽修科 高职都有啊 你要去念两年半的学校 你要花三万两千块钱多的人民币 这么贵啊 台币的两年多你要花16.4万 你在台湾听起来好像还好 在中国了不得的学费耶 很多家长是真的是 把所有的积蓄掏出来 让小孩子去学耶 为什么 因为他提供什么 双B的跑车 Audi这些名车 这些名车让学生拆了练习耶 这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在台湾 你一般汽工科的学生 你如果要修这个 大概都是去那个二手车啊 或者是挂坝顶 有没有去拖回来拍档鼓虾 报废的车 对不对 就是啊 他还会买不到三年的新车让你拆耶 所以他让你完全跟得上时代 出去你看 他现在能够修Audi 可以修双B 他出去服务的就是这个课程的人 对 因为中国现在富人崛起嘛 对 这种名贵的车越来越多啊 可是缺这样的人才 大家都不会修这种车 所以一出去超强手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气修的这个部分 你不要气修了 你来看看他们怎么训练学生 多抢手 来 他在干嘛 他把眼睛蒙起来 他们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生 他就可以把一个引擎 就从头到尾这样去拆妆 你蒙眼睛什么都看不到 对 他就可以这样做 他靠着手感对不对 而且这样的影片在他们的网站上 有非常多支 是吗 对 他就告诉你他们的学生 已经熟能生巧到这种地步 所以为什么全中国的人 在他们还没有毕业之前 付钱也要到这所学校来挖人 你非常难想象 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 那个引擎在他面前 眼睛什么看不到 用摸的 他可以摸出不同的螺丝 不同的气缸 旋钮什么 对不对 拆的一地 然后该清的清完 该换的换完 整个再煮回去 完全靠手感 那要多少训练 没错 俊相 这只是他五个校区里面的一个项目 我们不要被这样就吓到了 还有更厉害的 还有更厉害的 如果你有看过石神 石神告诉你他在哪里训练 中国厨艺学院 中国厨艺学院重现江湖 对 那周星驰 这个中国厨艺学院 是少林寺的厨房 对 那我告诉你 这边有比少林寺的厨房 更威的厨房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哇塞 这个一字排开 烈焰冲天 这么多个学生 在这边同样的炒烹饪的菜 而且这个学费除了贵之外 你每年要加7000多块人民币 去买食材 但是大家还是趋之若鹜 为什么 他三年让你学会500道 纯正的中国菜 你在这边读三年 你学会煮500道 那根本不用去假桃楼 我直接去开店 我就赚不完啦 每天就是煮啊煮啊煮 老师一直帮你试试 一直帮你挑剔 这样子去训练 所以他们也是 还没有毕业之前 一大堆三星级以上的 饭店老板都跑过来 拜托 拜托 来我的饭店服务做厨师好不好 太可怕了 你可以气修科的 蒙着眼睛都能够修引擎 那这些人煮出什么厉害的菜 真的是好可怕 那再来呢 这也只是他五大校区中的一个 那再来 刚刚我们提到了 駭客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9年 你知道中国的Google啦 雅虎啊 Adobe 他们疯狂地被駭客攻击 怒了 都是美国超级科技大企业 就他们就严厉地追查 駭客来自中国 中国是不是北大清华 那些人搞的 是吗 不是 查一下 怎么搞的 查到山东 山东的济南 山东济南的南乡济工学校 然后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 因为美国就大 就指责说 这所学校根本就是駭客培育所 那这个駭客培育所 到底什么地方啊 职业学校 对 济工学校 结果呢 中美因此这样闹得很僵 还搞的什么 Google最后退出中国市场 是 就是这个极光事件 是 那我们看到不是盖的 这个是破了 金氏世界纪录的一个机房 这个里面有1500台电脑 可以同时运作 军箱这什么概念 我们的台大第一学府 公用电脑才200多台 它是台大的7倍 这边有1500多台 可以这样子运用 那为什么它会变成 駭客集中地 因为南乡学校 之前有卖给军方 后来又出来 那军方可能在那个时候 就埋下种子 那这时候里面的学生也说 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外国人 会来教我们一些技巧 其实这些外国人就是駭客 所以真正中国网军的摇篮 在这里 对 那还有一个 他们大陆有一个顺口溜 挖掘技术谁最强 中国山东找蓝翔 这个被他们网友 哭熟到非常多的版本 像洗脑一样一直放一直放 为什么 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画面 有一百多台来自各国的挖土机 涵盖世界八大名牌 让大家在这边学挖土 那很多来学的人 有个农民就讲 他说我以前在乡下做农作 一个月顶多三四千人民币的收入 了不起 可是如果我可以来 这个挖土机这边练 然后一个月当司机的话 我可以挑到一万块钱人民币 那学费再贵 我还是来为了我的一辈子 所以你看 来这个学校 度个两三年金之后 薪水double三倍上去的 然后再来 美容美法是不是很重要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 美容美法学生毕业之后 你到洗法店还是要怎么样 从学徒做起 从洗头妹开始 我跟你讲 他们不用 这个蓝响有点像军事学校 他规定全校三万个学生 每个月你至少要做一件事情 去免费的让他们剪头发一次 三万个学生 涌入这边 请他们这边的学生 帮你免费剪头发 所以这边美容美法科的学生 每次毕业之前 剪了至少一千颗头 他们早就出师了 所以也一样 还没有毕业 就有大批的厂商涌进来 要抢人 而且郡向你知道吗 他们不但收学费贵 来这边签约抢人的厂商 要抽签 不是你想要来办说明会就来 我们是拉不到厂商来 拜托帮我推销学生 你收收我的学生 不是 他反过来 对不对 要抽签 他学生太抢手了就是 对 抽签完之后你要付费 然后等到你选好学生 学生也愿意跟你走的话 对不起 佣金 一连串的收费 所以大家叫这个南翔叫什么 叫南翔王国 他不但周遭的路 改成南翔路 学校还有印刷厂 专门印自己的教材 甚至学校还干嘛 投资房地产开发公司 掩然这个技工学校 已经变成中国的一个大财团 台湾的年轻人有多苦 常常我们都喜欢拿韩国来比 越比越苦 为什么 随便一个大学生毕业说7万块 真的是这样吗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拆穿 南韩7万块背后的假面 不要走开 腳踏襲 在结束 拍摄 并不会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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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